攻读论语圣训第一则 第三本三三三叶 蓝采和大仙慈悲主语 三朝普渡伴收缘 是要每一个人都能缘自己的缘 处事当中也都能够缘容 能够和气就能够生财 一个道场若和气 有人财才有财 所以一个道场若和气 牺牲也喜欢来 如果不和气 牺牲就不喜欢来 每一个人 修道要修心陪德 修道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立标杆模范 修道办到各有因缘 莫去苛求态度 天是人办 人办天是要尽其心 天是需要人去把它做好 做得缘容 那么道场才能够更发扬光大 修道办到一定要和群 要能够集思广益 不可以太过固执 要活泼玲珑 知尽之退 才会少事端 所以处事当中学着活泼玲珑 人多嘴杂的地方 你的心要定 才能不被动摇 有时候听多看多 你要能够把它放下 就像镜子 引来则照 凝聚则放下 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 把事情放下看淡 学习则做 自己在修道办到的过程当中 要有政治正见 有政治正见才能够 拿众生引导到对的地方 一个人修道 贪心要除掉 不可以有怨恨 不然所做的事情 就会有所偏差 所以修道是自己的事 都要 都有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来面对一切 吃苦就是在了罪 所以不要觉得委屈 如果你忍得过去 将来就有成就 将来的成就 是大事小 要看你怎么做 是要看你所发的心愿 要等会